编导大人告诉我 今天为大家带来这台车型 它的小名叫做宝宝 原来本宝宝并非小爱在车展上看到的那台XL宝 而是现在身边的这一台第八代Merry宝 其实这一次的Merry宝是根据现款车型的一个中期改款车型 但是它的外观造型的改变并不亚于一丝换代 瞧这个夸张的前进气格山变化还真的是挺大的 这次的外观设计上藏了一个向下分格式的一个进气格山的改变 而且跟新科鲁兹还挺像的 它的上进气格山藏了一个跟前大灯一体式的一个设计 拉伸了车头的一个宽洞 小爱觉得这个设计还是挺好看的 包括它前大灯的改变 而且包括我们下雾灯以及发动机盖上的这些线条 也是使得整个车头变得更加的立体感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车身的侧面 发现车身侧面跟现款车型的变化并不是很大了 不过加装了一个带度过双式的车把手 而且还有无钥匙进入系统呢 据官方资料显示呢 这次的麦日宝采用了更多的铝合金材料 使得它的整车质量跟现款相比呢 有一个将近45公斤的下调 而且它的车头车尾的比重呢 也是有了一个将近50比50的黄金比例 这样的话使我整个车身在弯道中的表现 相信也有一定的提升 现在我们来到了车尾 发现车尾的变化也不是很大 除了这个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 有所改灯的尾灯了 这个尾灯呢采用了LED的光源 而且里面有一个U型的光带 科鲁兹也是这么干的 这一次呢同样采用了双出的排气管 但是也是被隐藏起来了 所以小孩觉得这一次的麦日宝 好像没有我印象中的美系肌肉车的感觉了 仿佛就没有那么硬朗 相比之下变得更加柔和了 是不是它这样的改变是更贴近于 加热炸车的感觉了呢 历史上的改动相较于外观来说 是来得更加的猛烈了 无论是我们的中控还是我们的仪表盘 包括我们挡霸的设计跟线款也是完全两种样子了 其实小孩个人觉得线坎的麦日宝 它其实那时设计是非常时尚 非常好看的 但是它的改款之后是显得更加精致了 比如说我们中控台上 这个是采用了一种叫做曼陀罗籽的一种绒布面料 包括我们下方这个带有花纹的饰板 都是挺显档子 而且它的手感挺不错的 包括我们门板这个也是一样 视频前的你如果在男性持久力 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 358163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 延时20到40分钟 补肾壮阳延时助脖 增强夫妻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358163379 还是属于一个中规中矩的水平吧 不过小孩有一个要吐槽的地方了 就是他这次的麦日宝 后排的座椅跟头枕 是采用了一个一体式的设计 所以他的头枕是不能单独调节的 这样来说的话 对我们的重座的舒适感 是有一个很大的折扣的 而且大家看 他还没有中央的头枕 另外他的后排还是不能放倒 所以这样的话 对于我们的后备箱空间 也是打了一个折扣的 另外还是缺失了我们的全景天霜 所以总体来说 这台麦日宝的后排并不是让我很满意 而且还是有点小失望哦 在配置方面 作为麦日宝车系中的主推车型 两台1.6T车型 性价比超高 均搭载了车身稳定系统 天窗 倒车雷达 自动大灯和自动空调等配置 但是我们更推荐 今天这台高配的1.6T自动豪华版车型 虽然只隔了1.5万元的差价 但后者却要多了 真皮多功能方向盘 真皮电动后椅 中控台大屏幕 加GPS 自动掀起大灯 后视镜自动折叠 分区自动空调和后排空调出风口 相对于1.5万元的差价来说 还是很值得的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台麦日宝车型 在动力方面呢 它分别也是采用的2.0升和2.4升的自然吸气 以及1.6T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与之匹配的都是6AT的变速箱 所以在驾驶感受方面呢 跟老款车型基本上是没有很大区别了 不过我们今天试驾的这台1.6T的豪华版 它的售价是18.99万元呢 跟现款的车型相比是有一个将近2.6万元的价格下调 再加上这台车还能够享受购置税减半的优惠政策 没准在我们年底买车的时候还有一定的优惠力度呢 所以拿这样的价格能买到这么一台大个子的B级车 还是非常具有竞价比的 虽然它在某些方面呢 还有一些小小的不完善 不过没关系 在车展上小外看到的那台麦日宝XL 在明年就可以引进国产了 宝宝们是不是更加期待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诶 这不是那辆屌丝宝宝吗 诶 你不就是传说中的小歪吗 哦 你的节目我每一次都看 我真的好仰慕你 这不是屌丝麦日宝吗 跟你的女神气质完全不符合啊 跟你的女神气质完全不符合啊 这跟开什么车有什么关系啊 主要还是看气质 诶 这里也有辆麦日宝 连女神都可以和屌丝宝配合得这么有气质 我也可以啊 我也可以啊 哼 很会啊 东西球 诶 有车了不起啊 有车了不起啊 哼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呢 谢谢观看